HELLO 大家好,我是喬寶 今天我們來開箱國王新衣 很多觀眾敲完這台 雖然之前我開箱過了 但沒關係 照慣例,國際浮出也是要評測一下的 那今天的影片就開始吧 那因為這台車是用蒐集角色取得 所以獲得方式跟一般不同 課金的方向也會比較模糊 今天我會來給大家一個方向 我先算我的給你們聽 小蜜桃我好像是30抽內獲得的 我們算30抽吧 600電池 再來公爵困寶 我們也算保底的160抽好了 320乘以16等於5120電池 再來的話就是大法官 那大法官的話我好像是100抽才中的 那100抽等於是2000電池 那王子藍寶的話是通行證的 算便宜的話就是170元 痞姊妹的話免費 公投的話290元禮包 但會額外獲得1300電池 好,我們來算一下 電池方面 600加5120加2000等於7720個電池 那7720個電池呢 要減掉公投禮包的電池 等於6420電池 那這6420電池沒有手除的話 直上7000電池的 就是2990元台幣 比較划算 那要手除的話就是1700台幣 那2990元加公投禮包的290 再加通行證的170 等於3450塊台幣 那手除的1700加公投禮包的290 再加通行證的170 等於2160台幣 那沒有閃鑽的再加100 所以就是3550台幣 那換出國王新衣最多需要花到差不多 3550台幣 那有手除的話就是2260台幣 但是這3550台幣可以買到5隻角色 2台車 有的沒的道具 所以如果你是以國王新衣作為出發點 那當然會顯得貴 但如果你是本來就是收集空 國王新衣就等於是免費送的 所以想要國王新衣卻不知道方向的人 現在應該清楚了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外觀吧 外觀部分沒什麼好說的 就是花錢買輪胎的概念 那這台也不能改裝 該也是改心酸的 那我改的是101015 好我們來看一下性能吧 性能方面我記得我上次開箱 它的速度好像跟魔怪的數據是差不多的 我記得沒錯的話 好我們來看一下起步 起步的話應該就不會比魔怪快了 這個178果然差了一點 好OK好我們來看一下直線 魔怪的直線是193.8 我們來看一下國王的新衣喔 喔0.9阿 喔 倒是啦 哇它直線比魔怪還快阿 好我們來看一下抓地噴射喔 魔怪是219.5 我們來看一下國王 欸219.2 差了一點咪 好我們來看一下氮氣 魔怪是269.7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國王新衣 269.9 那27嗎27 哎呀好可惜269.9差一點阿 那因為魔怪的改的方式跟這台不同 所以我魔怪的甩尾是100.5喔 那這台的甩尾絕對會是比魔怪高的 好 100.7但也沒高多少 呵呵 好的我們來實戰喔 那我們剛剛這樣看一下來 它其實數據是比魔怪好 一咪咪咪咪咪咪而已 以這台國王新衣的數據上來說 其實表現算是不錯的 因為它跟魔怪其實不上向下 其實甚至比魔怪好一點點 那這台也不是直接課金喔 所以在某方面來說其實它算是免費的 那基本上它這個數據我覺得算很好了 那手感方面跟魔怪就差的蠻多的喔 因為魔怪的車感覺比較輕 然後開起來比較滑一點 那這台車手感方面我覺得開起來有點像是板車 但也不完全啦 因為它比板車快很多 就等於是你把它想像成它是一台 呃數據很好的板車 就是看不到的板車的那種概念 不然就是跟那些角色車子一樣 就是什麼男男賽車啊 什麼那些小賽車的那種手感蠻像的 比較不像是一般主流車那種感覺喔 那也不會到說難開就是很一般版啦 就是也不會說特別滑 也不會說特別重或硬怎麼樣 反正就是很一般 那車型上的話我覺得是有一點優勢的啦 因為它感覺車子也不大嘛 因為它沒有車型的外觀 沒有那些旁邊的車體去做延伸 所以它只有輪胎嘛 所以它的距離它的車身就只到輪胎這個地方而已 所以車型上是有一點優勢的啦 而且它也沒有車頭 對反正它什麼都沒有就是四個輪胎嘛 所以我覺得車型上的優勢是有一點的啦 那至於對抗的話 這一場我好像測不太到 沒關係我們等一下後面的場來測看看 而且我覺得今天的跑跑很奇怪 我玩起來它的聲音很奇怪 一直卡就是會忽大忽小的 就是有越來越來 你們有沒有聽到嗎 我之後後製我會把這邊聲音放大給你們聽一下 這個很討厭會很影響你知道嗎 你的聲音一下小呢一下突然爆大 那耳朵會不舒服 如果你帶耳機的話 絕對會爆炸 奇怪這遊戲怎麼問題越來越多啊 天哪 而且它的聲音每次 那個就很像是你按到右邊的那個 語音的那種感覺 你按到它會小聲 然後按回來還有大聲 但是我完全沒按到 而且它每個聲音一出來我都會卡一下 好討厭 好OK來了城高 我們來看一下這場可不可以做一個對抗喔 OK Let's go 我撞出熊貓 我撞出熊 這個尾流太快了 哇竟然有人開冰屋來玩競速喔 這麼厲害 我的對抗甚至比冰屋還爛的感覺 好再來我們看一下棉花糖 好像真的不太OK 這個對抗跟棉花 這個聲音好煩 跟棉花糖還有冰屋 我好像沒有辦法做個對抗喔 但因為我車型上優勢 賺到前面 前面跑起來有點有點吃力喔 這個要追一下 哇那個冰屋跑好快喔 哈哈 這冰屋很強欸 而且它的車好硬喔 哇你看 完全怼不動啊 把它失誤了 唉唷上來了 魔光 欸魔光 欸我好像 這幾台車裡面 我對抗是最爛的啊 所以有此可見啦 四個輪胎還是 沒辦法去跟一個有車體的 做個對抗好不好 這個輪胎的對抗相較於 有車身的車子 還是處於劣勢的喔 但是 現在 就我目前狀況來說 比起對抗 我比較在意 為什麼我的跑跑 會這麼的奇怪 玩起來這麼的不算啊 還不就好險 我的隊友OK 不然這場排位就掉了呢 OK 絕了 絕了 真的絕了 哇塞 直接給我卡一個 你不說 我以為是在玩端友的卡水啊 那個視窗 那個滑索按著的卡水 欸不是吧 這個 別鬧了 這時候可以看一下我的右上角 欸是綠色的喔 是綠色的喔 所以絕對不是網路的問題 那這個是什麼的問題呢 是不是我今天不適合玩這款遊戲呢 呵呵 這磁場問題嗎 怎麼會卡這麼嚴重啊 不過還是贏了 好險好險 OK我不管 反正這應該就是我 最後一場實戰的啦 那不管跑得好不好 不然我覺得 覺得我再跑下去喔 應該會卡到 嗯 我想要把遊戲刪掉了 或者是摔手機 我不想要發生這種事情 好不好 好那連續兩場 都跟棉花蟲做個對抗 都是輸的狀態 那代表就是 對抗就真的比棉花糖還要差了 那這台的穩定性 就沒有那麼高了喔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右上角 我剛剛還特地把WIFI關掉 用我自己的網路來看一下 會不會有好轉的情況喔 那其實這台車 因為它車型優勢 所以就算你對抗輸了 你只要還在尾流的範圍內 基本上追上來我覺得OK的 那主要是你可以鑽出去 這才是重點 那最後總結一下這台車好了 那這台車我個人感覺 表現上面是不錯的喔 不管是數據上面 還是說 開起來的感覺 只是說因為它的 獲得方式的關係 所以會比較 哎呀我剛剛想360的說 結果 卡到了 如果說你是 呃想要這台車子 為出發點想要花那些 三千多台幣 就為了這台車的話 我個人覺得是沒有必要啦 那除非說你本來就想要 收集這些角色啊 有的沒的 那拿到這台車我覺得 這樣子就很划算 那這台車需要的錢 我已經算給你們看了 那所以 呃 要不要課就看你們 那我不會覺得這台車是必勝課 所以 這個錢 欸 哈囉 獅靈 獅靈怎麼會獅靈呢 欸 嘖 噢我天哪 我玩到快瘋了耶 呵 我已經在後追還夠失靈 而且網路一直是綠色的 好奇怪為什麼 唉 感覺我今天就是 不適合玩跑跑啊 跑跑不讓我玩啦 哎呀 這個失誤了 這個 我看一下距離 我感覺應該還是可以追啊 差一個彎道距離 看能不能追一下 只希望不要再出事就好 欸 可惡還是卡到 欸 可是他們兩個也 也失誤了喔 可以吧 可以吧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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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氣 衝一個 NICE 啊 呃 呵呵呵 哈囉 到底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是還在努力的僑寶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